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包含了這個蔡英文之前說過的話 是不是打臉他現在呢 雖然說我知道 你們會說習慣了啦 就是這樣啦 但總統一句話 惹怒60% 等一下我們來看 到底總統又說什麼了 但是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賴清德跟小英在臉書上呢 互相這個套招 賴清德說報告小英總統跟你比起來 我已經贏在起跑點 因為我的副總統比你的好 然後蔡英文回說 我想我們的眼光都是很不錯的 對 你是不是也是滿頭問號 想說這是什麼梗 要笑嗎 很多網友就留言 他說賴清德狠起來 連自己都很嗆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網友說只有40% 還在自我膨脹 連斷交也是贏在起跑點 小英冒號 但是你總統比我爛 準總統可以多關心國家大事嗎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那蔡英文最近在幹嘛呢 最近大家都在辦尾牙嘛 內湖的科技園區廠呢 也辦了這個歲末連環晚會 那蔡英文到場去致辭啊 那當然呢 蔡英文最後啊就說了這麼一句 他說拜託老闆如果營運不錯的話 公司有賺錢能不能幫我們辛苦打拼的員工加薪 年終多發一點好嗎 這是要博現場大家的支持嗎 但實際上呢 小英你還記得嗎 勞工不是你心裡最軟的那一塊嗎 曾經當著媒體的面告訴大家 要加薪喔 你們要自立自強啊 你們要拍桌啊 你們要自己去跟老闆說啊 還記得嗎 當時候還在任的時候這樣講好準備要卸任的時候就開始說 老闆你們要幫員工加薪啊 做一套做一套 好那再來呢 今天的社論 我們來看一下賴清德才剛當選 就要面臨艱困的兩岸關係 國際局勢的變化 美方畫下的紅線 避免賴清德無法管控自己的言行 也與在野黨領袖會面 是否希望藉由國會力量來牽制 接下來立院龍頭之爭 行政院組閣還有整合黨內派系 難提不少 的確賴清德接下來雖然說當選總統 但絕對不會輕鬆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諾魯宣布斷交之後呢 現在在這個聯合國當中啊 應該說諾魯當時候的聲明裡面 引用了聯合國大會 2758決議作為斷交的理由 那AIT其實也不能說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雖然現在呢 網路上你會看到好像國際很挺我們喔 歐洲十八國聯合聲明與台灣人民站在一起 但是啊我告訴你啦 就是在媒體上啦 就是這些聲明站在一起而已 實質上對我們台灣有什麼樣任何的幫助嗎 你自己也知道啊 AIT主席羅森伯格 2758決議 但是呢 他說很我只能說很遺憾 這是羅森伯格說的 他對於諾魯的決定很遺憾 他說但是對於這個決議呢 遭到扭曲為打壓台灣的工具感到失望 對諾魯感到失望 但是呢這個蔡振元 小編醜一被我抓到了 沒關係 蔡振元說 美國都不敢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還能剩下幾個國家敢違反 所以沒錯啊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郭正亮也說啊 這是美國行政部門第一次說 這是很嚴重的話喔 一次違反中美建交三公報 還有一件事情更嚴重的就是 還記得嗎 先前應該說是英國最短命的首相 特拉斯去年5月才訪台 現在喔各位 誰找來的自己要負責吧 這個美國媒體爆料 特拉斯現在呢 正在遊說 賣給中國掃雷的軍備 你沒有聽錯我也沒有講錯 是賣給中國 不是賣給台灣 那你會想說 欸不對啊 他不是去年才來台灣嗎 不是還呼籲說 要提供台灣更多的武器嗎 結果呢 欸馬上大翻盤欸 去年還在挺台 現在呢 是支持說 我們應該要賣更多的 這個掃雷武器 給中國大陸 所以英國 各位 他們的劇本 他們的手法 你都看懂了嗎 所謂的兼若磐石呢 去年5月份 邀請 他向來的立場是非常反中的嘛 英國首相特拉斯 也是最短命的英國首相 好 那之前來台灣呢 我們花了350萬 你不要懷疑 你的納稅前350萬 就拿去請這樣的人 沒想到呢 特拉斯現在被美國媒體爆料說 去年8月的時候 馬上就遊說英國政府 說應該要賣掃雷武器給中國大陸 英國為什麼 沒有立場嘛 就是為了要賺錢嘛 各界也炮轟 這不是徹底的打臉 蔡政府的抗中保台嗎 去年5月 吳釗燮喜之姿的陪同訪台的前英國首相 特拉斯 特拉斯是知名的反中鷹派 這場出訪 外交部和遠景基金會 還花了350萬元 請他來 特拉斯是英國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 當時還說支持台灣加強武力 還跟蔡政府一起罵大陸 沒想到5月才農情蜜意 現在遭踢爆 去年8月 特拉斯寫信遊說英國商貿大臣 敦促出售掃雷武器給大陸 否則英國企業將損失數百萬美元 軍事專家一聽傻眼 因為當時台灣才剛花55億台幣 跟美國買布雷系統 特拉斯怎麼會促使英國賣武器 給大陸攻台 因為台灣買了M136火山布雷系統 去年來訪台的時候 做類似的推銷 但是我們不需要 因為我們是首次作戰 首次作戰是不用去掃雷的 那它就轉向中國大陸 中共有這些掃雷的裝備 包括掃雷車 爆破車 它有一些相關的 快速出雷的裝備 剛好統統都可以迅速引爆 所以變成戰場主角的效果 完全上市 完全是國家利益 西方國家合起來 騙兩岸的錢 一個布雷 一個掃雷 雷不知道怎麼這裡 外地出雷 死掉的人 都台灣人了 我們的實質外交 就是凱質外交 當時英國內部戰略研究所警告 英國政府應該要審查 對大陸武器禁運 因為這批掃雷武器 不只可能被拿來入侵台灣 甚至軍事鎮壓 更會加劇台海軍事衝突 網友砲轟 你蔡政府花350萬 找網紅政客來台 結果就是丟人現眼 你跟人家談感情 人家是兩邊生意都要做 還要你的命 民進黨找的國際友人 根本是打臉抗中保台 這國際政客一面喊支持台灣 一面想賣武器給大陸攻台 看看大官和特拉斯當時得意的笑臉 如今簡直諷刺到極點 記者張宥慈 王志恒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還有英國的前首相特拉斯 被爆出說去年8月份 曾經說秘密去遊說 這個英國的政府 趕快賣給中國 這個掃雷設備 被大家炮轟 兩手在賺 有關兩岸的部分 那特拉斯其實去年5月 才硬邀來台灣 我們花了300多萬 然後現在又敦促英國政府 把北京列為威脅 他到底想怎樣 是不是在錢的這個利益前提底下 這英國也沒原則了嗎 對此資深外交官借文集說 這本來就是一場騙局 要對付騙子很難 應該要追究的是 到底是誰邀請騙子來台灣的 兩岸的關係 從全球的角度來看 的確是非常緊繃的 尤其英國前首相特拉斯 他遊說英國政府對中軍售 這樣子的一個舉動 的確又把這樣子緊繃的情勢來具體化 我相信新的政府上路 必須要對於兩岸的關係 特別審慎的處理 那才能確保台灣民眾 以及兩岸的和平 邀請外賓的時候就應該認清楚 這個你要訪來的人喔 他的操守跟他的這個 跟他的作為喔 那事實上他就做過最短的英國首相 幾天就下台了 那你把他來又花了錢請來 你說實話你這個錢線卡花起來花了三百多萬 就是白花了嘛 對欺騙台灣人民的感情 等於就是就是來台灣騙我們台灣整個台灣人 那現在草原被拆穿了 那誰把這個騙子引來的 這個引來的人要負責 要有一個說法 那不能讓我們老百姓感覺被欺騙感情了 現在好也沒有人出來說一個負責任的一個反應 那當然啦特拉斯他就是個政客啊 他有錢就賺嘛 可是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誰讓他講這些話的 在台灣講這些話 那是不是有企圖甘選 那個戒選的這種因素在裡面 因為我覺得一直要我這些外國的這些政客 過期政客來台灣 說展現說我們的這個對外關係有多好 當然是要為當蔡英文這個政府 這個沖業績啊 可是你這個業績發覺是假的業績 那現在去沖業績的人要不要負責 然後最後就是說 特斯拉現在要美國的 要英國的廠商趕快賣武器給中國大陸 是不是要對付台灣 可是他在台灣又說支持台灣的一切一切 所以我覺得這一場騙局 騙子你只能譴責他 可是誰把騙子引來台灣 來欺騙台灣老百姓的 這個請他來的人要負責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平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下車 下車 明天要再找影 seekers remo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